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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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文专家告诉我们,泉不仅能出路在山间,也有限于河流底部。 当地下水足够丰沛,形成合适的压强后,一旦遇到河底岩石的裂系,就会形成水下涌泉。 如果泳泉的规模足够大,很可能会影响河水的局部流向。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要在密罗江的主流上寻找河底的岩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上游,江水深而流速快,鸡岩往往在树米深的水底,而在下游,河床已经长满了青草,厚厚的土层让考察组很难寻找到岩石的踪影。 几经周折,考察队终于在密罗江中游的江水中,发现了落露的鸡岩。 现在我们看到这一部分,在流水的长期沖沙之下,那些破水的物质就被悬流,把渊找了。 地质专家彭世良告诉我们,这些露出河面的石头,正是河底的鸡岩。 这些岩石属于沙制板岩。 然而,河底的这些板岩,虽然看上去裂系不少,但是,这些裂系都是因为水流侵蚀而形成的潜表性裂系,并没有与地下水层相连贯通。 专家说,由此可以推测,密罗江大部分河段的河底都是这种相对完整而坚硬的沙制板岩。 这样的岩石性质,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江底涌泉。 那么,所谓的魂归鱼权的说法,究竟有没有依据? 如果有,又会是什么力量,使得屈原的遗体逆流而上三十里呢? 这时,专家建议考察组前去拜访当地的龙舟作坊。 因为制作龙舟的师傅往往对江面的水文状况最为精通,也许找到了他们,能够获得一些有用的线索和启发。 龙舟禁渡是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之一。 相传屈原投江以后,密罗江派的人们不愿意让他葬身水底,于是百姓们乘坐渔船争相追逐打捞遗体。 从此以后,便沿袭下了端午节比赛划船的活动。 他们所用的船只,也渐渐从渔船演变成了现在的龙舟。 密罗江流域是龙舟进度活动的发祥地之一。 龙舟作坊也是这一带小有名气的地方。 从选材开始,一条龙舟需要数十名工匠将近半年的精心打造,方能下水进度。 数千年来,龙的异象在这些船只上血脉相承,传递着当地人对河流的敬畏。 作坊的老艺人告诉我们,龙舟长期被用以进度的秘密,大都隐藏在船身的形态上。 以前,我们就是用这个渔船做这个龙舟进度的工作。 平底呢,它就是根据这个浮水的原理来的。 从我们制作的经验来说, 你刚才是接下来的水面比较大一点,浅一点, 那它全体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许师傅说,一条标准的龙舟总长度大约十五米, 最宽的地方仅仅一米。 在龙舟中段,最深的地方不过四十五厘米。 即使坐满二十多人, 它的吃水深度也必须控制在三十厘米左右。 只有保持细长的形状和尽量浅的吃水深度, 才能保证龙舟航行的速度。 此外,细长的船行也使龙舟能够跨越较多波峰和波谷, 能够抵御更强的风浪。 对龙舟的观察引起了记者的又一个疑问。 现在的密罗江下游河道激进干涸, 无法供船只航行, 更无法形成巨大的风浪。 龙舟为什么一定要具备抵抗风浪的特质呢? 这时候, 许师傅提供了一个令我们感到诧异的信息。 许师傅告诉我们, 密罗江的河道不仅会忽然涨起大水, 随之产生的还有猛烈的风浪。 更令人费解的是, 一旦掀起大浪, 水中就会出现一种兴风作浪的河神。 从古至今, 这种出没于风浪之中的神秘生物, 在附近水域留下了无数诡秘的传说。 人们把对它的敬畏寄托在龙神的形象中。 直到今天, 密罗江畔的龙舟在下水之前, 还要举行祭拜龙神的仪式。 密罗江上突如其来的巨浪, 以及其中出现的神秘水生物, 引起了考察队极大的好奇。 我们决定从这种生物的信息入手, 探寻密罗江水位骤然变化的线索。 神秘生物能否揭开江流反常的真实原因? 危险的湖底漩涡究竟如何形成? 密罗江的发现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靠察队跟随当地向导, 顺着密罗江的河道一路搜寻, 来到了密罗江驻入洞庭湖的地方。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 面积达到2691平方千米。 仅密罗江驻入的东洞庭湖区域, 动植物种类就将近1700种, 其中鱼类多达117种。 千百年来, 洞庭湖与傍水而居的人们相依相守, 孕育着气象万千的风貌。 令考察最兴奋的是, 当地人说, 洞庭湖边有一个地点, 能让我们清楚地观察到附近水域的许多水生动物。 当地人把这条大约200米长的小巷称为鱼巷子。 据史料记载, 这里从明初开始就已经成为水产交易的集市。 集中在这里的一百多个摊档, 仅仅联系着风扰广阔的洞庭湖和湖畔寻常人家的生活。 老乡告诉我们, 在这个大型淡水湖中, 由于水面辽阔, 气候温和, 水生动物的生长速度普遍很快, 人们很容易见到体型较大的鱼类。 穿过鱼巷子, 在洞庭湖边的渔民口中, 记者果然了解到, 许多人都见到过这一带的一种奇异水生动物。 今天见到过, 那人好多年, 是他用沙漠捡沙的呀。 什么时候能见着他? 有时候起风下雨的时候就看得到。 起风的时候会白风, 发现人家说渔民像他又风起来, 又长水了。 江派渔民告诉我们, 那种神秘的生物形如小猪, 能在江中乘风过浪, 因此被叫做江猪或江豚。 江豚能在浪及风高的时候, 连续不断地跃出水面。 当地人认为, 这是江豚在拜风拜浪。 但这种动物, 由于游动迅捷, 生性胆小, 所以一直行踪鬼秘难得一见。 渔民们的描述, 让我们联想起一种人类熟知的动物, 海豚。 海豚是一种广泛布在大陆架附近的浅海中的水生哺乳动物, 会将幼崽顶出水面, 帮助其呼吸。 那么, 逆罗江流域中生活的江豚, 是否也像海豚一样, 有着这样的天性呢? 传说中屈原的遗体, 逆行三十里的离奇事件, 会不会正是江豚所为呢? 江豚拜风啊, 是我们这里一种传说, 实际上呢, 是江豚才出来换戏, 一般在四十秒到一分钟不等, 他又出来换一回戏。 专家告诉我们, 这一带出现的江豚, 学名叫做长江江豚,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终生生活在淡水中的江豚。 成年江豚的体长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九十厘米之间, 体重一百至二百二十千克。 每逢天际变化之前, 气压的降低迫使江豚提高浮上水面呼吸的频率, 它们的头部顶峰出水逆流而上, 犹如预告着风浪的来临。 遗憾的是, 考察队到访的时候天气不利, 所有船只都无法深入湖中, 我们始终没能亲眼见到那种独特的生物。 然而, 记者却在当地江豚保护基地的陈列馆中, 近距离地看到了江豚的标本。 如今的长江江豚总数, 已经不足牵头,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昔日的睡中精灵, 正呼唤着人类的救助和守卫。 这个大概是七年左右。 在古代的时候, 它有可能游到蜜罗江里去吗? 这个很正常啊, 它的那个植鱼啊, 一般就在这个, 它的背部携带。 专家告诉我们, 江豚也有将幼崽驼带于背部, 并顶多幼崽呼吸的习性。 但是, 对于传说中, 屈原的遗体逆江流而上, 是成群的江豚不断顶多这种假设, 专家给予了否定。 那它有没有能力把人救起来? 这个不可能, 它只是它有点痛人心, 它的那个质地啊, 大约是两到三岁的小孩的那个质地。 专家说, 江豚虽然拥有二至三岁儿童的质地, 也会像海豚那样顶拨幼崽。 但是, 由于自身的最大体重, 只有二百千克左右, 在风浪之中, 很难推动一个成年人, 逆流行进数十里。 虽然对江豚的探访, 并没有解答我们的疑问, 但是, 江豚的活动, 却是与水面的风浪有一定的联系。 正在这时, 江畔的老乡告诉我们, 蜜罗江每年端午节前后, 都会出现一种令人惊骇的端阳大水。 端午节的时候水面大概有多高啊? 咱们江山大。 有的很凶啊, 有点心无的。 最大的时候是几月份? 最大的时候大概是六到七月份, 那是丁佣大学。 能大到什么程度? 最大的, 在往年如果是九八年的学, 那九八年的历史学位, 那这么高了, 这么高, 我能到窗户那儿去。 最高一年是在这里, 那是一二年,一二年。 周围渔民们的描述啊, 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线索。 原来, 这个蜜罗江的水位啊, 在东下两季相差非常大。 专家呢, 查阅资料之后发现, 这个端午节前后啊, 是蜜罗江流域一年当中啊, 最大的汛期。 在此期间呢, 一旦发生暴雨, 蜜罗江的水位就会迅速的抬高, 而且呢, 还会出现一种叫端阳水的奇异现象。 那么端阳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它会不会真的是我们解开趋原投江之谜的关键所在呢? 考察队决定啊, 稍作等待, 对涨水之后的江面进行考察。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 记者找到了一位对蜜罗江非常熟悉的老者, 彭以达。 听闻我们要对端阳水进行考察, 他告诉我们, 要想体会端阳大水的非同寻常, 我们需要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先泛舟江上。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蜜罗江中段的一个河湾。 这里名叫成潭, 拥有蜜罗江中游十分典型的地貌特征。 在这里, 高耸的山势夹住了宽广的水面。 夕阳下, 一弯碧水犹如明镜, 倒映着两岸青山。 好一派成江四炼, 翠风如簇的景下。 我发了四个年, 我沿着这条蜜罗江, 我一直走。 在我们山河里边深水的地方叫潭, 这里叫成潭, 其实它是一条很深的水地。 但当地的老婆心说, 原来有四张生。 彭以达说, 别看眼前的水面风平浪静, 但其实, 蜜罗江的河底存在着许多诡异的深潭。 这种深潭一旦遇上端阳水, 江面上就会产生巨大的漩涡和危险的暗涌。 从前, 许多往来船只都被漩涡吞没。 当地人说, 屈原很可能就是在端阳水涨起之后, 在类似这样的河湾投水迅国的。 此时已经临近端午,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 当地人说, 越临近端午, 这样频繁的降水就越容易导致端阳水的出现。 大雨一直持续了三天, 记者突然发现, 暴雨后, 原本平静而规律的沉寒, 已经开始出现了翻涌的灼浪。 于是, 岳阳市水文局的专家, 准备对这次洪峰的水文数据进行现场考察。 熊建宏, 岳阳市水文局局长, 高级工程师, 从事密罗江流域水文监测工作多年。 现在这个水啊, 是今年以来我们最大的一场洪水, 你看昨天是长在这里, 昨天长这么多, 那么今天这个水已经推了有一米多, 但是现在的这个水流啊都比较急, 流数还是比较大。 连续的暴雨, 让水中出现了许多漂浮的杂物。 熊建宏说, 这样的水流十分危险, 但考察组必须在此时乘坐橡皮艇, 冲到洪流之中, 才能采集到第一手的宝贵数据。 好, 东压东压, 我们准备完毕。 下水之后, 乘坐着五个人的橡皮艇, 宛如一片树叶, 在洪流之中上下颠簸。 而熊建宏说, 我们必须迎着洪水逆流而上, 一直到达旋转最为强烈的漩涡中心。 几百平方米左右的地方都是很深的漩涡。 曾经我们在这个河里面存留的时候, 漂浮屋有木头的房子, 连根拔起的树木, 柳啊, 猪啊, 枕头枕头都冲下来的, 水流的冲进力是非常大的。 专家告诉记者, 进入漩涡后, 一定要保持镇静。 一旦湿足被卷入漩涡, 生还的几率非常小。 橡皮艇向前行进了十分钟左右, 果然, 江水开始出现了令人恐惧的窝流。 越往弯道中心行进, 湍急的漩涡就越来越多。 而专家说, 这里集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漩涡, 说明水下很可能有某种特殊的地形。 于是, 考察组再一次冒险, 沿着漩涡的分布走向, 对附近的水下地形进行扫描。 你从这一条路线走过, 然后它的高高低低啊, 路线进去啊, 然后这个地方出了, 它那个水深就是每个都增加了。 考察组发现, 在河流拐弯的位置, 水深在急速增加。 那么, 哪里才是这个河湾最深的位置呢? 专家推测, 很可能水面漂浮最密集的地方, 是附近深度最大的区域。 考察组意外的发现, 就在这个河湾中心, 存在一个半径超过40米, 深度接近17米的巨大深潭。 熊建宏工程师说, 现在还只是端洋水出路端泥的时候, 如果遇上了更大的降水, 会有更多的漩涡出现。 涨水的时候接近两千两三千个平方的面积, 全部是这种漩涡的这种楼台, 这也是潭的一个水流的一个格子。 根据科考队在成潭所测的数据, 水文部门绘制出了这一带江底的具体形态。 我们精益地发现, 成潭底部的深潭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左右, 超过11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 这个深潭位于河道弧度最大的中心点, 最深达到17米, 相当于六层楼房的高度。 然而, 在密罗江的其他顺值的河道, 一般深度不超过5米。 专家说, 这种深潭的形成和它所处的位置息息相关。 在洪水季节, 顺流而下的山洪遇到了河湾的阻碍, 大水不断地冲击凹岸的河床, 受到离心力的影响, 形成了横向的环流。 环流和纵向主流相互叠加, 产生了湍急的漩涡。 日积月累, 便会在河底的岩石上刨石出深潭。 专家告诉我们, 由于密罗江中游以上的河段, 水流始终在峡谷中流塌, 所以几乎每一个弯道都会形成类似成潭这样的深潭。 古人很可能将这种水势凶猛流向混乱的地方, 当作地下泉水在翻涌。 而屈原当年的投水之处也很可能是这样的地方, 于是才有了屈原魂归于全的说法。 那么传说中, 屈原的遗体为何会溺水倒流数十里呢? 在密罗江和洞庭湖的交汇处, 专家做出了另外的解释。 东云湖的洪水, 它受相知原理, 湿水的洪水因素的影响, 另外还受长江山口的来水的影响, 东云湖的水位是抬深以后对密罗江形成倒灌。 根据我们的水温沾的监测, 这个河水最远能够倒灌到, 居住这个河口有五十千米。 专家告诉我们, 所谓的端阳大水其实有着不同的阶段。 当周围浦降暴雨之后, 密罗江的江水会陡然上涨, 形成许多深寒。 然而, 由于密罗江与洞庭湖相连, 当洞庭湖受长江大洪峰的影响出现暴涨后, 洞庭湖水位将高于密罗江下游。 这时, 大量的湖水乃至长江之水都会倒灌入密罗江中。 密罗江水不再是自东向西注入洞庭, 而是自西向东反向流动。 雄建宏推测, 这也许就是当年屈原的遗体能够逆行三十里的原因所在。 千百年来, 人们一直在密罗江流域追寻着屈原的遗迹。 虽然现在已经很难找到屈原投水的确切位置, 但是密罗江独特的水文地质规律正在被科研工作者逐渐揭示。 密罗江因屈原而声明远波, 这条神奇的河流也一直作为爱国的象征, 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地理坐标。 正是洞庭湖水倒灌入密罗江才导致了江水的猛涨, 而投入江中的屈原之所以能够逆流而上三十里, 很可能也是倒灌的湖水的推动下出现的自然现象。 在考察的最后, 当地人告诉我们, 这一带延续千年的屈原精神远远不止端午这一个节日所能够涵盖。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中, 仅仅密罗江畔的一个县平江就走出了一百四十七位将军。 当地人告诉我们屈原所传递下来的精神, 深入了密罗江百姓的血脉。 这条充满了历史厚重与自然传奇的河流流淌着的是无数血性男儿对家国天下的炽热情怀。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